你见香港这帮立法会议员之前被人踢爆你 很少去投票,很少开会,搞过去年廖长江都要 所谓写了一千字文,温馨提示这帮人多些做质讯 大会、社会、委员会全部都要开,怎知质讯又被人踢爆 最少23名议员,连续两年,加上都不够十次 平均一年不够五次很多这些丑闻 但最近这些不无正业的议员在做些什么呢? 何军要跟卓孝叶,重建这个荔枝国修华所又要在这里吵 是狗话狗骨的,跟着陈同佳事件,他代言人,管浩明 又出来说话,台湾选完赖昌德赢了,他赢了 哪里赢都不关你们的事,你们有票头吗? 在那儿图人家,好似你国台办 哎呀,民进党都不是倒内的主流民意 原来你识了民意的两个字 人家怎样都好,那些票是人家人民 他自己去抉择,有些地方有没有? 最后李子敬说,哎呀,你看赖昌德那些集会 很多爱国人,有爱职人士又怎样?他大佬 人家开放社会不像某些地方很封闭 动摘不让你进来,不会这样的 没见到大佬,真是很好笑 好了,管浩明就说,台湾现在选了新的总统 当然他不会叫总统的,叫新的领导人 你们麻烦给陈同佳过去去自首,又说这些废话 人家没说不准嘛,不过这么久两边都一起政治,就挂碎 然后你管浩明,你尽好意思说,潘妈妈,死者潘晓永的母亲 曾经要求跟你见面,你都不肯去见人 好了,有空就出来,又找陈同佳出来说,拆下他存在感 这班就是现在香港议员,你就是搞这些东西 但是真正正要做的事又不见你做,你看这个垃圾,他征费 你现在下街问人,十个,我相信有九个,都不知来接下来 垃圾经费,你怎样收,又说这些大厦,管理署 要不要爆底,一时又说不行,一时又说最好不好 那即是怎样呢,连州管理公司的大厦,你都搞到这么混乱 那这三毛大厦,没有法团,没有管理公司那些,那你政府又怎样搞呢 其实这个垃圾经费讲了十几年,十几年之后你才推人 是应该深思熟虑,很多细节宣传那些东西,你想好怎样做 结果都是现在搞到,哇,非常之混乱 你看现在香港政府做事,你说出现多少问题 令人去愤怒,又被媒体踢爆你了,继之前,这个港华医院 过八一新西大楼用了几个月,电线槽被发现偷管减料 然后启得运动员,又发现了启得运动成,或者叫 这些电线槽又是通关减料,离去那三间的承办商负责电线槽 我又想问这个竞争委员会,究竟你需要查一下 你怎样只有三间承办商负责电线槽 然后之前被媒体踢爆你,很多project都偷管减料 说要建筑处验了电线槽,验最少148个项目,就是进行中工程会验的 然后媒体问,以乐成语言成组,你不验? 他就不回答这些问题 如果有问题,好像港怀烟那些是落成了被人发现问题 你不是只验进行中那些,落成了你都要验,验有问题 就追到他赔偿,你不是,如果落成了这些就不验 你不是包庇对方,想问建筑处,问香港政府 第二,那些媒体叫你,那148个项目,工程进行中你会去验的 有没有资料那些,不和他讲详细的资料 我只是说那些三间公司等等他负责 为什么连那些基本资料都不交齐给传媒,是不是也是包庇呢 当中最少有三十几个项目,其实就是说 在23年12月中要公布结果,结果到24年1月中都未公布结果 又不解释原因,这些又是不是包庇呢 你看到现在说贪腐这些是这么严重的,然后又被媒体发现 冬春,沙田,有公路,居屋那些,落成了一两年或者几年 一样发现电线槽不达标,又是偷工减料 最重要的是电线槽,如果别人认为其他,很多地方都偷工减料 这些政府项目又偷工减料,那样房屋处项目又偷工减料 而房屋处和建筑署有这些媒体踢爆这些偷工减料 臭文之后,那些处长是没出来回应的,不知道去了哪 房屋处长罗淑佩,你除了工业时间之后追星之外 拜托你办多多时间做好些,这些东西拜托你回应,建筑署他也是 你还没包给对方,ICAC必不需要他做事呢 李佳小是警察出身的,应该知道贪腐问题很严重 但是他们这些人,是连最基本你自己专程那一份都没做得好 这个贪腐,那边又怎样,你只看警察那些 深水埗东周家军要欺负路组者,现在上法庭 八个警员,你见到这些同袍去欺负那些最低下阶层的路组者 不单不阻止再加上一份,又想遮住闭途电视又这样去那样 那些殖入官出来在庭上作的口供,没有我见到他神态自若 别人的肋骨都被打断了,会神态自若 你只见到现在荒谬到这样,然后又警员去那些夹工仔机 然后又偷那些工仔,然后这一两年有些百多元又偷 顿陆他又偷,肖宅仪,邓炳强你平时很喜欢出来说话 尤其是邓炳强,这些这样的情况有没有看过,有没有回应过 香港现在为何一环扣一环,是这样堕落,是这样腐败 然后你看张不时又打布,突然间这里又那些警察那些交通警 这里又自炒,前排又是,又在这里,无端端不看又撞了别人的车的后面 自炒这些东西又试过很多次了,然后投考警察厉害了 说中文合格率不足一半,英文合格了二十几% 这些已经降低了标准了,降低了标准了这么多不合格 你邓炳强都好,证明我们有把关 我真是,即是等于你一个学生,屡次考试不合格,不要紧了 我们降低那些,他要求标准,等你已经合格了,都是不合格 然后还可以找地方赞他,你说这些是否非常之荒谬 不是叫他努力点读书,或者就是你不懂读书 你都不要读书了,做其他事就算了,不是的 是可以那么衰都找到其他事的角度,就走来 由衰事都讲到变好,就是白事当红事,丧事当喜事 一样是这样的思维,你只见到政府就是这样 很多时候自己的东西有问题永远不会承认 正等于教师人数又大减,有少六千多个 你想想一间学校有多少学生,你少六千多个不是学生 是少老师,因为老师严重不足,有比之前大升 二十几百分之三十几百分之,近一两年是年年低升 然后教局就说可能有些退休,永远就不肯正视移民潮的问题 永远就不肯正视教师,因为这几年政治问题 心苦意难,有些都转行,甚至不留在香港 然后现在你这么大问题,蔡若年那些教局还在考虑着 大学要交学费,说很多年没有交学费 已经在香港市民百上,加根经济不好 你做这样加那样加,我说鼓励你生儿子派两万元 我想问你生儿子出来不会,我儿子读中学小学就算了 因为小学都可以做到国家领导人,我儿子不用读小学 不用读小学就够了,不用读中学,不用读大学,不会这样的 每个生儿子都想望子成龙,就算不望子成龙也不想他太差 都希望小学会读到大学,然后现在跟人说大学又要加学费 那些人还跟你生不生?这头说派两万元,那头说大学加学费 随时交的学费多的,还多过这两万元 那些人还怎样会跟你生呢? 那两万元吸引不了人生儿子,现在还要大学加学费 因为急诊息又说加这又加那又不知怎样 然后又说你们生儿子又看急诊室,脚痕又看急诊室 我想问盧宠某,拿数据出来 有多少人是因为脚痕又看急诊,生儿子又看急诊 完全没有,出来说他就说的,现在这个政府就是这样的 是他的问题,政策就自相矛盾,文责高的数十万一个月 说话不用负责任